一百零二學年度 高中棒球聯賽 木棒組進入四強基站 由屏東高中強碰傳統競旅 平鎮高中 屏中隊史上首度闖入四強 一局下兩人出局 第三棒張隱諾站上打擊區 儘管他本屆打擊率稍微偏低 一成四三 但重要時刻挺身而出 這球打向左外野方向 落地形成安打 攻上一壘 接下來隊友更是幫忙 是新賽國手陳韻文助陣 左外野方向又是一擊安打 沒問題 一二壘有人 依舊兩人出局 接著上場的曹薇洋 把握得點圈打擊機會 這球急向三壘方向 三壘手接得漂亮 但傳往一壘 球彈到地上 一壘手沒接好 壘上跑者回來率先打破鴨蛋 打出氣勢的瓶中 繼續強壓對手 輪到楊詠誠上來表現 一三壘有人沒有壞球 兩好球的情況下 他把握機會 這球飛越二壘手的頭頂 飛到中外野 落地安打 三壘跑者這時快馬加鞭 幫助球隊取得2比0引先 一路壓制平鎮的先發投手林鼎淵 六局上卻發生狀況 這球投出去 對方擺出短打 開一個箭步 圍傳一壘 這球一個彈掉 形成傳球失誤 這時對方一壘上跑者 順勢站上三壘 同時林鼎淵也被換下來 總計他這場主投5點1局 換上後援投手陳韻文 平鎮這時也找回手感 連續安打 形成二三壘友人 第六棒黃于全 眼看得分時機大好 敲出中外野方向的高飛球 三壘上跑者第一時間起跑 回到本壘 平鎮終於一吐怨氣 拿下一分 但平鎮的攻勢也被陳韻文止住 六局上只能殘累結束 直到九局下 平鎮儘管不乏得分機會 但得點圈缺乏事實安打 最後暴冷落敗 一比二無緣決賽 奪勝的平中 這場表現可圈可點 除了先發投手林鼎淵表現優異 後援投手陳韻文三點二局無十分 外加全隊攪出八支安打 平中就在主力球員都有貢獻的加持下 成功挺進冠軍戰